来看第三个单元 主要是针对回圈叙述部分 然后我假设有个题目就是 我希望得到1加到99的结果 并且帮我print出来 当然以往我是直接教怎么写 可是我现在换个方式 我直接请tryp帮我写 然后我从他写出来的答案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这个叙述方式的话 当然就直接跟他指定用 我直接开一个新的对话 因为这个前面的对话 把他这边有没有新交谈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这个问题要新一个 那新的话他就新 等于是说他又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对话 里面的token数量 就是可以跟server对话的 也会重新reset 就不会一直一直 最后他前面东西忘光 然后把问题直接贴到这边来 或者你自己打一下 请帮我编写一个派案程式 内容为 那我这边是直接指定用for为圈 未来如果说你说我不要用for为圈 我要换回圈 没关系 你可以直接指定叫换回圈 换回的话 直接在这边叙述就可以了 他会帮你写出来 然后你再去比较说到底换回圈跟for为圈有什么差异 你大概知道一下他差一点就可以了 把他执行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直接听懂的意思 而且直接就用for为圈帮你写一个 他还强调用for为圈帮你加总这个1到99 然后程式就写出来 看起来好像应该跟我写的好像也不会差太多 那把它复制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呢 一样就贴到这个 开一个新的module 然后把它贴上 好 这样把它放大一下 跟各位讲 如果你前面这些写过的 如果你觉得在占空间 你可以把它存档 存档很简单 跟以前office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我就不 但是他支援中文的名称 你不一定要给英文的名称 你就把它save之后 不过可能会比较要注意的 就是说你可能要第一次 要先让它存在某个资料夹 所以它好像如果没有指定 它就直接帮你存在哪 存在 存在这个吧 你的文券 那我的习惯会在 找得到的地方 也许在c叠啊 或e叠的地方 比如c叠的根目的底下 也许建一个目录给它 比如说这边我就 在c叠底下 然后建一个目录的话 这边有一个新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我习惯前面加一个underline 为什么 因为它会排序会排在最前面 加一个underline 好处就是它会排前面 然后这边也许我就打一个 Python 比如Python 今年2024 就这样 OK 然后把它打开 就把它存进去 这个名称也叫BMI 好 这样OK 所以将来你就可以开启就档的时候 直接到c叠底下的这个目录 就可以看到BMI OK把它全出床 OK好 这个就可以关掉 不见了 开的话就直接开启 它一样会指 它不会指到刚刚 你就c叠底下 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前面加一个underline 底线 它就会停在最上面 好 所以你说老师 为什么你每次前面就这样 因为我不想要 每次要卷到下面去慢慢找 这又找不到 OK 麻烦 所以这边的话 你直接把它打开 开起来 也这样就可以了 好 OK 所以这个我想 因为存档这不太难 OK 不过请特别注意不要找不到 因为我发现同学有时候就很容易随便乱存 然后将来你写的程式就不要放哪去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写出来的结果 执行看看好了 应该没问题 我记得好像1加到99好像就什么 4050还多少 4950 4950 执行一下 OK 4950那没错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稍微说明一下 这个换行我一样把它delete掉 首先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会在第一行呢 先初始化一个变数 名称叫total ok 那你想说老师那为什么你这个total这个不加一定是不行的 为什么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加这个这个叙述初始化0的话 他如果说他第一次产生是在负违圈的里面的话 他就变成负违圈里面才能够使用的一个叫区域变数 所谓的区域变数就是只能在那个里面用哦 你不能把它拿到外面用 这有点像是你吃到饱你不能外带的意思 不是这个这个可能你要懂的意思 或者说这个东西在我的抽屁里面 我没打开你不能看 对 ok 那怎么办 我如果说大家都要看的话 好那没关系 我的前面有点像我宣告 他是在一个公开的地方 所以这个叫做全域变数 放里面的话叫区域变数 放里面你不能看哦 放外面好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我将来无论在这里面得加 或者是最后输出呢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假设不加这一个叙数的话 我印象中是会出问题的 ok 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如果不加 不加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把它加一个锦字号 不要删掉 ok 你会发现马上出一个叉叉 有没有 那他跟你讲说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就刚刚讲的区域变数 那因为你外面要用里面要用 那这样就会充足 所以记得哦 这个地方请你加一个全域变数 给他一个初始值 跟他讲说 这个里面就放个数字 数字最小就零 初始里面就零哦 ok 有点像归零 好 那底下的话呢以后4回圈 那这个for i 的话呢 这个 i 的变数名称也是不是固定 你说老师为什么每次都for i 为什么不for a 也可以啦 只是一般习惯都for i 很多东西说老师怎么每次都for i 没关系这个开心就好 你用a 但是你上面叫a下面也要叫a 你不能上面叫a下面还是i 但名称不对 那 in range 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range 1到点 特别注意哦 你说老师那不是1加到99吗 那为什么他会是 这个地方是100 跟各位讲规则就这样 1的话是最慷慨的那个数字 100的话呢是停下来的位置 那停下来位置不会产生 所以他会产生的就是1到99为止 ok 这个其实这样叙述 这样讲有点不是好理解 其实有点像是这样 如果你用e sale来理解的话 就有点像这边输入1对不对 然后呢那个 range 其实是这样有点像这样就向下填满 填满到哪里呢 填满到99 所以他会产生的就是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清单 这边可能加一个 ctrl 键按住 所以如果你要1到99 在e sale应该是这样 向下拉 然后还要多按加号 他会自动到这边有没有 会帮你产生一个99 所以什么叫 range range 就是这个清单 ok 所以 range就是一个清单 因为他看不到 所以我没办法叙述 我只要让你们看一下 1到99的一个下拉清单 那他是做什么事情呢 他实际上就是把它加总在一起的结果 ok 那你说老师那是不是同样的道理 我只要这样一个清单 我底下不就加一个 在这边不是有一个什么呢 自动加总 然后把它打个勾 4950 对 一样的事情 只是差别是一个在e sale 一个在python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他实际上就是 帮你先产生E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累加 所以累加的写法 其实就是写成total 就是加等于i ok 不过啦 如果你写成这样 有的人会看不太懂 加等于i 是这样的Java里面的写法 Java也是写这样子 那如果你假设你别的语言 像VBA好了 VBA的写法是写的这样 total等于什么 total自己本身 再去累加 累加的话就这样 加 那这种写法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比较看得懂一点点 因为加等于 这感觉是写什么意思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看不太懂 加等于的话 你是可以把它改写成total 加 所以什么 因为 这个total等于0 所以意思是把0 如果他第一次是1的话 0加上1不就等于1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等号 它的意思呢 是把后面的计算结果 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特别注意 很多同学常在问说老师 为什么这边等号 这个我看不懂耶 因为你被那个数学 以前我们数学运算 那个被干扰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的运算 这个等号是说 把后面的计算结果 把它儲存到前面的变数 所以 total 第一次的话加完0加1 对吧 这个所以total变1 然后再跳下一个 那i就会变成2了 有没有 他这边对 变2了 2再加上 他原来1 加完之后就3 就把原来total里面的值盖掉 就变3 一时那一推 所以他会变3 大概在一直往下 最后是4950 所以最后的话呢 就把这个地方print了出去 1加到99的总和4 有没有 然后把这边4950print了出来 不过你可能会想说 老师这边好像还有个怪怪的地方耶 那你刚刚不是说用加号吗 为什么它那个dotal点 跟各位讲哦 这个是print这个函数的特点 它的规则 如果你假设用加号可以 如果你用dotal点的话 它会变成第二个参数 那也就是说它第一个参数加第二 而且哦 第二个参数不用转型 它也会自动帮你把它串在一起 只是说最大的差别是说 它这个加了dotal之后 它后面这边会多个空白 也就是参数跟参数中间 会多一个空白 OK 多个空白 如果你是用加的话 你说老师那我不要用dotal点 我要加号可以 可以 但是 应该 会出现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执行会怎么样 会出现一个bug 什么bug 还记得吗 这个是文字对 我讲过 对 所以你一执行 它就type 对 有没有 怎么办 下一个str 比较好 把它转成文字之后 再printed 这样就OK 执行 有没有 但是你说老师这样很麻烦 这样还要再加个转型我不喜欢 好你不喜欢 那最简单方法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它改成 逗点不就好 逗点不用转型 那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用逗点 我喜欢用刚刚的format 也可以 format还记得吧 就是前面加一个小f 然后在你要放资料的地方 记得哦 是这个双子号里面哦 放一个大瓜糊 有没有 然后把这个变数呢 放到大瓜糊里面去 把逗点呢 拿掉 有没有 这样OK嘛 所以反正写来写去啦 这些方法 主要还是要 根据实际上的状况 来使用 那这样应该也满点 支援一下 有没有 OK 没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话 应该完成 不过 突然之前就有同学 讲完这个1到99之后 马上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帮我改写一下 分别 加总 奇数跟偶数 也就是说 我希望print的出去是 11加到99的 奇数 总和多少 11加到99的偶数是多少 哎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11加到99的奇数 跟偶数 分别输出哦 那这地方 该如何写 这个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要不然呢 我试试看 CHARGBE看看 要不然的话 如果会写 当然自己写最快 可是我不会写 请各位试试看 用那个CHARGBE看 那改出来 记得哦 基数码 就是135791到99的加总 24680到98的加总 OK 试试看哦 这些人 我试试看 我试试看